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10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未來究竟會否打風天文台有最新的訊息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發出特別提示 低壓區將會橫過廣東 講到何時會有狂風雷暴呢? 報道的來文提到是否打風 天文台在今日6月10日正午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指現在位於北部灣一帶的低壓區 會在明天6月11日在雷州半島附近徘徊 預料的低壓區會下星期一至星期二 橫過廣東、西部、沿岸和它的鄰近海域 並有機會靠近珠江後一帶 到時該區會有大罩雨和狂風雷暴 天文台會密切監察該低壓區 會否發展為熱帶氣旋和對本港的影響 天文台星期五6月9日曾經說 根據最新的電腦模式預測 部分電腦模式預測顯示 位於廣西和越南北部接讓的一個低壓區 會再度進入北部灣 之後再由西、杏東橫過廣東沿岸和沿岸的海域 有個別電腦模式預測的低壓區較接近岸邊 在下星期初至中期頗為接近珠江後一帶 若果它發展為熱帶氣旋並相當接近本港 是不排除本港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令美商天文台今天下午三點多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本港今天天氣酷熱 提醒市民應該慎防中暑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報導天文台的最新資訊說明不排除會掛風球 說的是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最快甚麼時候可能是6月12日 6月13日 即是星期一二 估計會有狂風雷暴有雨 各位網友要多加留意天氣情況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灣仔太古廣場陸座地盤藍工人暈低了 宋遠不知 報導的難民提到 烏拉灣在一個地盤有藍工人暈低過後不知 事發在今天 6月10日下午3點多 警方接報在皇后大道東 和雁頓街郊街太古廣場陸座地盤 一名連約50歲的藍風炮工人 懷疑在五線時間在工地裡暈低 他被送往倫敦至醫院搶救 其後證實不至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怨死隻安息 未知相關的藍工人為何會暈低 和為何會死 未知是否和今天的天氣有關 近日已經不止一宗工人在地盤裡突然暴斃的消息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博庫林地盤冷氣工人墮地重創 昏迷宋苑 報導的藍文看到 今天6月10日下午2點多 西區博庫林到86日一個地盤 一個39歲聖陳的工人 懷疑從高處墮下 工友發現過後大驚報警 救護員到場時 傷者重創昏迷 被送往瑪麗醫院搶救 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工人在上址進行這個冷氣工程期間意外跌下來 案件列作工業意外跟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希望這位冷氣師傅可以大步難 據報他高處下應該在搞冷氣機 不知道是否外場安裝冷氣機的工程所致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的進展 據報今天九龍灣Megabox的商場 有市民報警指有人懷疑是持槍刑物體 相關消息的進展如何 根據HK01最新報導 今天6月10日下午2時39分 警方接獲報案 指九龍灣Megabox商場裡 一個人士手持懷疑槍刑物體 擔心會有危險 大批賀槍實彈警員說到商場搜索 暫時未有發現 消息指上指有一個Wall Game場 即是玩槍遊戲 初報相信是虛報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期市面氣氛相對緊張 據報今天有市民在商場中 看到一個人懷疑持槍 懷疑槍刑物體於是報警 警方大為緊張 派出大批警員到現場搜查 據知現場消息指上 有一個Wall Game的地方 即是玩戰爭遊戲 即是玩槍的地方 初報相信事件只屬虛報 另外亦講講這件熱話 今天話說HK01的報導 是否另類的出閘方法 有開逢車為了迴避 要給泊車費用 港南徒手托高的閘門 洗出 下場慘了 報導的流氓提到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 《車cam L》 香港群組發帖文 截然 開逢車有另類出閘方法 雖然沒有說明事發地點 但相信是香港某個停車場 片段顯示 開逢車的男司機 在停車場準備走的時間 在出口位置 完全沒有停下 可以拍卡給錢 反而繼續向前 當到達閘口位置 他用手抬高的閘缸 企圖避過繳費 結果開逢車的車頭 和司機的位置 都安全洗過閘缸 但後方座椅的防滾架 即是開逢車沒有車頂 當出現交通意外 而導致翻車的時間 方位傳感器會激發防滾架 保護車上的乘客不會頭部著地 說那件事過高 結果令到閘缸撞到 片段夜來網友熱烈討論 並指司機試圖用陰招避過 付錢的行為 根本是自作自受 亦有人說貪置得過貧 有網友粗略估計車主要賠多少錢 說8000元收裂 加刑事委說5000元 再扣5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開逢車竟然是為了要避開 停車場的泊車費用 即是令人搖頭嘆息 說的相關熱話 在網上廣傳當中 有很多網民都取笑這個港男司機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的進展 有關牛池灣斬人案 警方連同食環一連兩日打擊了街 再有一個店東被票控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牛池灣日前6月8日發生斬人案件 據了解 捱斬的43歲女事主 在牛池灣街市一個連鎖賽檔工作 事件疑似涉及該檔與另一個連鎖賽檔糾分 警方和食環處計昨天即是6月9日到牛池灣街市 在太平地打擊店舖左街 一共發出了14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和6張傳票過後 在今天下午6月10日又再到牛池灣街市巡查 現場一名店東涉嫌就是公眾地方造成阻礙被票控 行動中相關部門就住公眾地方造成外聚 向店舖負責人發出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警方呼籲店舖負責人和其他持份者 切物、非法、竿展、營業範圍 和擺放貨物或物品在公眾地方或馬路之上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為何斬人案會變成警方和食環到牛池灣街市打擊左街 加上有消息指相關被斬的店東 本身是一個店主的女朋友 近日頂替店主幫忙看店舖做事 結果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和隔壁店舖不知哪個菜單有機會有九分 相關九分原來去年也發生 但最新的情況繼續到現場了解一下 並且一年幾天都發出傳票 所謂洗太平地 但到現在為止 相關的斬人案未有人 即刀手未落網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 另外轉看一則國際熱話 根據有線新聞的報道 飛機是墜毀亞馬遜 四個小童失蹤四十天 終於獲救 官員說當中四個小孩 最大年紀的人懂得雨林求生 報導的流氓看到 哥倫比亞救援人員 在亞馬遜雨林 找回上個月初 小型飛機聚毀過後 失蹤四十天的四位原住民兒童 他們正在接受護理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報導 講四個兒童當中 年紀最大那位懂得雨林求生 結果失蹤四十天 都能夠平安無讓 令人相當感恩 也成為今天的國際熱話之一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